好嘞 现在这个CAM340的直播作业呢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一个CAM头 很方便的CAM头 再来呢 配合一个CAMERAFI KAMERAFI 红色的标 做好这些之后 按Go就好了 那么你可以随时看到你的 这个直播的讯息 直播的讯息都看得到 那么直播讯息看得到呢 我们就可以方便回应 再来嘞 我们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教大家AutoTek 好AutoTek这个打开 1 2 3 4 选四个画面AutoTek 好 我AutoTek选下去之后呢 选1 选择Size 1就是 我们讲的 以后1号就是主持人 2号就是凸秀 2号就是凸秀 我待会就是会把这个 弄给大家 1就是主持人 1就是主持人 1主持人 2突秀 然后我全部都让他Auto的 2号 然后这个是4号 4号我们给他全弄好了 4号全弄 1 1又没有框好 2是凸秀 好 我去把2弄好 先把它移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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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哇這有點難操作 有點難操作 應該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不要太貪心 太貪心 吃快就弄破碗 太貪心不好用 不好操作 好一號鏡頭框好 再來二號鏡頭 準備 再來二號鏡頭 二號鏡頭我也把它框一下 二號鏡頭 凸鏽 再來三號鏡頭 三號鏡頭帶老師 這時候尷尬了 框不到嘛 三號鏡頭 好 四號鏡頭 四號鏡頭把它做大一點好了 三號在這邊 四號鏡頭 二號鏡頭 好準備Take喔 好接下來就Auto Take 3 1 2 3 4 4 好接下來用Rune Rune Rune這個打下去 就暈進了 好鏡頭就會開始暈進了 好鏡頭就會開始暈進了 好帶一下那邊畫面 還可以接HDMI output 重點是可以接HDMI output 要看HDMI output的結果 請刷播六 我告訴你們 接下來要做自動導播 好 一支手機加一個CAM340 就可以玩出這麼多的花樣來 是不是猛猛的厲害呢 簡簡單單的CAM340 原展公司 2加3年保固 總共是5年保固 這5年下來就不得了了 總共的導播方式呢 可以有很多種變化 好 再來我就要自動了 好自動讓它自己去跳 看它會有什麼結果 AUTO的部分 AUTO 是不是這個要降下來 電視螢幕把我多打幾張照片 這電視螢幕好壯觀喔 340M2的HDMI output 不是它的標準配備 CAM340M2的HDMI是外掛的 是外掛 要開外掛才有辦法HDMI output 想要看嗎 沙波六 我讓你們看一下 AUTO的結果好嗎 這邊打一些照片 螢幕的結果 那麼我把一些作品 這就是說作業的過程程序 讓大家分享一下 讓你們知道一下結果 好以上這個作業流程稱之為就是 它裡頭的自動導播 可以進行TAC在這個地方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拍一下 自動導播 還可以HDMI output用 那麼你要買這個卡 要買這個卡 代表是這邊 要買一個這個叫做 轉HDMI的卡 那麼又同時可以給 這個CAM340供電在這邊 給340供電 那麼又可以同時呢 連接到手機來 那到以上是這個系統 好那你們看一下 出去的結果 回溯了 好 那麼這個是導播台 來 那這是播出去的結果 播出去的結果 播出去的結果 然後這是小旗 這是BOSS 這是BOSS 好的 那如果說 我有一個特殊的需要 譬如說我將來要做 HDMI輸入 和做所謂的 專業CAMELA的輸入 我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你就要買 J5解析卡 來配合手機 來做取代CAM340 那CAM340它的優勢是什麼呢 它就是 你只要插一個電 你連電都不用插 你只要USB插進來就可以了 你只要USB插到手機就可以了 一條線 什麼線呢 跟大家報告 就只要一條C2C的線 插CAM340這個插手機 那麼手機就可以直播了 就播出去了 而且是播有這種就是 畫面可以section的畫面 可以section的畫面 那麼 差異又在哪裡 各位 麻煩你看完這個直播 再看我昨天寶可夢的直播 昨天的寶可夢直播 所用的方式是用手機直接直播 那麼手機直接直播的結果 存下來的結果是360P 畫質呢 唉 就別說了 不好 畫質自然不好 不好那雜伴呢 只有認了 那麼我再把那個檔案呢 從FB抓下來 再丟回去給誰呢 呃 丟回去給 YouTuber 結果呢畫質就更鳥了 就更鳥了 鳥都不要不要的那種鳥 那怎麼辦啊 那也只能認啦 遇到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麼 嗯 好 AutoTag 這個 接下來子母畫面 好像也 也 也交太多次了 這有點膩了 有沒有想要聽一些不知道的事呢 可以問喔 有沒有想要聽一些想要不知道的事情 想要知道的 好 嗯 好像還行喔 畫質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講一下就是 運用在拍賣領域該怎麼做 運用在拍賣領域該怎麼做 好 存檔到1號 主持人 好 呼叫2號 突秀 好 因為我剛剛敲過角度了 所以角度有一些變化 突秀 好 待會是ok了 好 好 好 有